早期在2001年我爸他從軍職退伍之後 他就自己參加了琉璃珠的研習課程 專研了幾個月之後就開始 請當地的部落的主人 在這個地方去搭建一個茅草 跟檳榔樹所建成的一個汙質 那他所有的建材都使用木頭最天然的原料 是因為可能持續做這個 對他的眼睛傷害就是負荷很大 所以他就暫時先休息 那過了幾年之後 剛好我那時候要退伍 決定回來幫忙也是接手 那順便也是把這項技術給傳承下去 年輕這一代如果沒有接的傳承 學下去的話 其實斷層 對這一塊也好 或者是對部落的文化也好 都會斷掉 我主要的興趣的 來源就是成就感 包含家人跟客人 還有朋友的鼓勵 創作的靈感都是來自 部落本身這邊附近所擁有的東西 就像是昆蟲 花草 以這邊最近的曙光園區的海浪 海邊這樣子 包含他海浪所反映出來的顏色 或是天空的顏色 傳統的紋路去做改變 這是我後來比較想要做的 我們這間工作室可能讓人 在第一眼看到就是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只有這間工作室才看得到 有這樣子的色彩有這樣子的紋路 甚至是比較大膽一點的配色 可以慢慢的了解就是從串珠的活動開始 哪一顆竹子讓他們自己選 然後去串 串起來他們要製作項鍊 手鍊吊飾都可以 那就教他們簡單的編法 再來就是比較進階一點就是 你可以體驗燒製 我從一開始先示範教學 到他們自己做下來 然後30分鐘或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讓他們自己去完成一顆 讓他們自己去體驗說 其實每一顆 你所看到的珠子 製作出來的方法 都沒有這麼容易 對不像說 只看到成品 結果不知道 過程是怎麼形成的 所以很多客人看到我燒完之後 自己下去燒 才覺得說 原來沒有這麼容易 我後續就是希望可以 從這兩點方面這樣 著手 然後讓客人慢慢知道說 我們台東太馬里這邊 也有做流理珠的文化這樣 我們會看到